羊了个蛋,蛋了个羊 过不了关气的我想骂羊 不是铁头,你这怎么了 难道是非羊羊欺负你了 不是的,是懒羊羊 好他个小懒羊,敢欺负我们绑队的人 登当自己是懒大王了 你讲这,我正是去找他算账 拿来吧你 浪哥你听我说完 是懒羊羊给我推荐了一张羊族地图 说是只有智商超高的蛋才能通关 所以,是因为你没有通关 然后在这里骂羊 对呀 我说铁头,人家都说了 智商超高才行 就你这智商 秀儿姐姐,你竟然怀疑我的智商 没有没有,你的智商呀 我从不怀疑 没错,铁头 你的智商绝对没问题 对了铁头,赶紧站岗了 好的,等我下班了 必须通关给懒羊羊看看 笑死我了,笑死我了 我笑没啥 你这样背后嘲笑队友不好吧 我说浪哥,要不咱俩去试试啊 试试就试试 咱俩这智商肯定没问题 一如回来,刚好交一下铁头 握了个刀 这不就是,羊了个羊嘛 不能说十分相似 比如说是,一模一样啊 浪哥,我可是记得 当时玩这个,你一次也没通关啊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你就各着站好了 看我给你高速通关啊 来来来,咱们先来看一下卡牌分布 先来拿掉三个仙人掌 勺子刚好也有三个 这游戏啊,就七分靠实力 三分靠运气 浪哥啊,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为失败做不恋啊 开玩笑 就这种关卡 超过十分钟都算我输 有喝 浪哥啊,那我开始倒计时了 来吧 你就等着我创造通关记录吧 这会儿呢,最上面没有三个一样的了 考验智商的时候来了 看好了 一共有七个格子 音响是可以拿掉的 接下来消除金元宝 这种呢,咱们要仔细观察一下场上的形式 我说浪哥啊 你不会这么快就卡关了吧 别打扰我思路 这可是靠智商过关的游戏 浪哥啊,就说最后一个格子了 马上要输了 看见没 这还有一出三章 撤销 随机打乱的按钮 你这不是耍赖吗 谁说的 这叫合理利用游戏规则 这次呢,咱们选择 一出三章 欢迎收看烂仔广告 好家伙啊 这和洋洋洋是真一模一样啊 广告环节也没少 浪哥啊,别玩了 该走俩站岗了 再玩两小时你也过不去 都怪你 总在旁边吵吵 要不然早过关了 乱过吧,啥事吗 铁头铁头 该换岗了 你下班了 浪哥我想了一下 以我的智商肯定过不了关 我替你站岗 你帮我去过关吧 啊 这个,那个铁头 我都说了 你智商没问题 怎么能让你替我站岗呢 你快去通关吧